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长挂奏顾名思义 首先挂奏的范围很长 拍子很长 那么挂奏的时候我们需要看一下我们的手指 指尖的小关节要绷紧 手型跟我们正常弹琴的手型还是一样的 切记把手指拉直 这样来挂 这样出来的音色都是扎音 所以我们在挂的时候 手是弯的 小关节是鼓起来的 指尖是绷紧的 依次往下挂 挂奏的频率要平均均匀 好的 这就是长挂奏 那短挂奏我们来看一下 短挂奏我们在琴上要看 我们大概挂的范围只有一个音区 一个音区我们要从大指开始挂 我们的大指的指尖仍然是绷紧的 手型还是一个自然放松的状态 大指依次往前走 这就是一个短挂奏 范围比较短 再听一遍 好的 这就是短挂奏 那么我们再回到乐曲当中 看一下我们的第一句 我们先来唱一遍 我们先来唱一下 好的 这是我们的第一句 那么第一句我唱的大 这个大就代表挂奏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音是怎么出现的 我们的第一个音是大搓 先要看一下它的指法 看好指法之后 我们还要看一下第一个音是什么 那我刚才唱的是咪 所以我们要用大搓去找到咪 找到咪之后 我们的大搓的手型已经摆好了 咪的琴弦也找到了 那么它前面有个装饰音 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刮奏 那我们的刮奏的时候还是用大指来刮 要刮在比它高一个音区开始 从高音区的咪开始 刚好把这个咪连起来 装饰了这个咪的音 再听一遍 大咪 刚好连起来 这就是刮奏接了我们的大搓 我们往后走 大咪 好的 在二拍的时候我们要听够 数一个二 往后 依然有二拍 二数够 SO 二 好的 第一句我们就结束了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句的开始 第二句的开始 前面永远有一个刮奏 这个刮奏要接哪个手指呢 我们要先看一下第一个音是什么 第一个音是SO SO上面的指法是抹 那我们就用食指放到SO上 刮奏仍然是用大指来刮 打开大指 好的 我们慢慢往后走 一下试一下啊 好的 刮的时候 仍然注意我们的频率和力度都要均匀 切记 不均匀的情况出现 一定是慢的缓的 好的 那我们往后唱下第二句 我们再来接啊 大SO MI SO 二 LA DO RAI MI DO LA SO 大SO RAI MI SO MI RAI DO LA DO 好的 这是我们的第二句 反复出现了刮奏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说过了 用食指来接这个刮奏 那怎么来衔接呢 我们刚才第一句的最后一个音是一个SO 而且是两拍 我们这个刮奏呢 要挤在前面的后半拍 那听我唱一下啊 SO 我们把这个大 我们把这个大要挤在前面的半拍里边 所以再听我唱一遍 SO 二的时候准备 二的时候就要放好了 SO 二 大SO MI SO 往后 R LA DO RAI MI DO LA SO 大SO RAI MI SO 好的 在曲子当中我们又出现了刮奏 接大搓 所以每个刮奏的时候我们都要看一下后面那个音是什么 指法是什么 如果是大搓 那我们就用刮奏来提前准备大搓 如果是十指 那我们就提前放好 刮奏来接十指 我们再听一遍 二大SO 数R 好的 这个刮奏出现之后我们看一下 刮奏前面的音是一个一排的音 那么仍然挤到前面的后半拍 再听一遍 SO 二 LA O LA SO 大SO 这个地方记得很紧 R 好的 第二句结束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句之后有一个长挂奏的出现 长挂奏也就是一个箭头朝上 是一个上行挂奏 上行挂奏是要从低音去往高音去的方向来挂 那我们是用左手来完成的 谱子上写得很清楚 所以上面写了个左 那我们的左手要抬起来 用我们刚才学过的那样 把指尖绷紧 从最低音往前刮 好的 那我们知道用左手来刮了 也知道用哪个手指是用食指来刮 那我们看一下拍子 这个挂奏在一小节的当中只出现了一个挂奏 我们整体的节奏是四二拍 也就一小节只有两拍 两拍的情况下我们只有一个挂奏 所以我们挂奏要刮满两拍 所以会出现一个长挂奏 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要莫属 一 二 要把这两拍灌满 再听一遍 一 二 刚好灌满 两拍一个小节 我们再听一遍 一 二 好的 我们把前面连起来 二 左手挂奏 一 二 二 你 右 好的 紧接着我们下一句的 米 右 开始 要跟刮奏连起来 因为我们的刮奏在这里出现 主要是有一个乘上起下的作用 刚好把前面的最后一句和后面的开头连起来 所以不能断开 刮两拍的时候我们就要刮满 一 二 你 右 刚好连起来 好 我们慢慢往后走 二 你 右 二 二 三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 从Mirai Do开始 我们再唱一遍 Mirai Do R A Mirai Do La Do La So 大So R Mirai Do R R R Do R A Mirai Do R La Do La So R 2 3 2 2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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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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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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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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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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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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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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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7 8 8 8 7 7 8 8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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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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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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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听一下最后一句 二都变成高音区 二三 整个音乐就结束了 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三个音我们有见慢 所以当每一个乐曲结束的时候 我们的最后要慢 因为慢才能体现到结束 我们再听一下啊 前面正常的拍子 二都正常拍子 从喇叨搜 喇叨渐慢 搜 我们在数二三拍的时候 右手慢慢的放到琴和上 二三 我们这个状态收了 我们这个音乐才可以收 之后乐曲就结束了 而我们的整个音乐才可以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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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